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灵学习料理过程中最大的阻碍 据厨艺师傅表示 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灵的味觉 而且还不是味觉白吃的那一类 具体来说就比如一颗稀有且在市面上很少见的果实 未成熟前吃下去对灵来说就是略微辣辣养养很好吃的食物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就是又辣又色简直是难吃要命的食物 相反成熟后的果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吃起来甜甜的很好吃的食物 可对于灵来说就是黏润醇厚和刚才一样好吃的食物 再来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道调味完全一样的汤在普通人尝来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但灵却能在瞬间分别出料理人的差异 因为店长的手艺明显更好喝一些 通过这两个实验学姐终于懂得了处于师父心中的崩溃 不过她发现虽然灵的认知和常人的有些不同 但她实际上也能区分出果实成熟和没熟之间的区别 所以即便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或许是因为灵对于难吃东西的容忍范围 要比常人更广阔一些 又在稀有性和技术性的影响下 对于美味的感知比常人更敏感一些 才会如此特殊 既然如此那就还有得救 此时此刻学姐的会斩之魂再次燃起 她相信只要能摸清灵的味觉判断准则 就一定能够教会灵如何料理 与此同时 亚空果园内 男主正在视察惨戏工作 但比起这些 他更担心僧鬼们的气窗有没有好些了 说起这个 同行的僧鬼就有些触得慌了 见此 另一名同行者赶紧扯开话题 他表示前头就是以前他们还在新兵训练时 还无法应对的区域 可从那以后 他们提升了实力 现在已经能够轻松驾驭这片区域了 只不过由于此次少主也会同行 所以他们这次一定会打起12分精神 来应对突发状况 言外之意 最大的不安因素就是男主 说完后 僧鬼们互相打戏 纷纷摆出了一副英勇赴死的模样 虽然这话说的直接给男主愣在了原地 但大伙这话说的实际上也没错 毕竟前不久还发生了七处事件 数周前 男主来到新兵训练场 他告诉僧鬼师傅 自己最近刚淘到了不错的木质石器 打算采漆进一步加工一下 为此需要最了解森林情况的僧鬼们 进行采漆工作 而具体的操作流程 基本就是削开表皮 挖钩 刮下树叶 这三个步骤 因为要是碰到七处树叶的话 会有创伤的危险 刚开始听到这个活计的时候 僧鬼们也是欣然接受 只是他们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简简单单 连小孩子也能够轻松胜任的工作 竟然会有暴走的风险 上一秒 阿克亚刚放下狠话 下一秒 他已经和爱丽丝被七处树叶包围 看见这边的惨状 僧鬼师傅刚想提醒他们 千万不要转 不然症状会恶化的时候 其余的僧鬼们 也没能逃过七叶的攻击 可偏偏七窗的症状 用当时的恢复魔法和药水 根本无法治愈 所以直到水门研究出治疗药水前 僧鬼们一直处于 如同地狱般的搔痒感中 最关键的是 之后的采集工作 只要男主不出现 其处就不会发生暴走 回忆结束 男主看着眼前的僧鬼们 紧张地坐着站前准备工作 这时候石偏头一看 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藤蔓 正慢慢伸向男主 而这个异状 并没有惊动到 前头僧鬼们的讨论 待身后的男主三人 总算是发现到藤蔓时 藤蔓已经慢悠悠递出了 男主此情的最终目标 扁板树 告别完藤蔓后 僧鬼们也总算做好了准备 只是回首一看 石和爱马正同时朝着一个方向游魂 而少主抱着一截木头 告诉他们好像已经完事了 这就是少主的力量吗 果然不愧是少主 这简直是太意料之外了 当然这边的意外情况 也没有逃过巴的观察 虽然这个结果同样令巴感到震惊 但他倒是认为 这是个不错的契机 或许能够拉拢到木制师 和他的那位妹妹 毕竟人手越多才越便利不适 巴愈加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 这对于初次见识到 这种场景的僧鬼师傅来说 还是太令他感到在意了 于是他又一次 在战斗过程中分神 询问莱姆 他这副样子不管真的没有问题吗 那不是废话吗 莱姆怎么可能敢打扰巴的思虑 只见他趁此机会 一招打掉了僧鬼师傅手中的武器 这下僧鬼师傅的注意力 总算专注了回来 他刚打算要赤拳系上莱姆 巴就在这时 口头结束了他们的比拼 只是突然失去了重力结界 这拳头实在是收不住啊 于是莱姆实打实地 挨上了一击重拳 虽然这个画面还挺逗的 但巴还是很快收回了丸心 转而一脸幻笑地询问他们 觉得直接来个一石三鸟 会不会很有趣 很明显巴已经开始打算拉拢新人了 对此莱姆自然没有意见 尽管他还是不够自信 但是他相信 只要是巴看中的人 就一定能够被锻炼成财 原来如此 那么接下来 巴宣布两人开始进行 一周的特别训练项目 三鬼师傅负责调查 已开拓完成的森林 而莱姆则去齐格的店内去干杂火 这个有些特别的指派任务 令两人都有些心慌 但巴告诉他们 比起担心今后会发生什么 首先更应该说声尊命吧 毫无疑问 露出这个诡异笑容的巴 私下里绝对在打什么鬼主意 散伙后 巴直接出现在小巷子里 堵上了管家老先生的路 面对这样行踪不定的巴 管家表示 自己老年人真的会承受不住的 但巴很清楚 管家之所以会出现在暗巷里 不正式注意到了自己的气息 特意为之 所以名人不说暗话 关于咒病的事 原本要收拾莱姆的人 现在状况如何了 面对着巴的质问 管家没有再继续藏私 他回答巴 之前的委托已经取消 如今那两位师傅已经隐退了 知道了这些 巴心里大概也就有了数 而对此 他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几天后 隔夜商会店内 木制师姐妹俩来到了店内 想要查看自己之前做的木制石器 但在店内 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做的商品 妹妹猜测 会不会是都卖完了 但身为木制师的姐姐清楚 自己所做的东西 实用性并不是很强 因为自己太过于追求薄度了 可若是单单买家自己使用的话 未免也买得太多了些 为了找到买家 为何大量采购的秘密 木制师这才在管家的提示下 来到了这里 但她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 妹妹想 买家会不会本身 就不是这家店内的代表 但依男主那种装扮 想认错实在是太难了 却在这时 刚还在柜台前的爱丽丝 突然从他们的身后冒出 打算禁止一下服务员的责任 对于这份好意 木制师刚打算拒绝 爱丽丝却先一步介绍起了自己 她表示 自己对于店内的商品了弱之掌 是一定能够帮助到他们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 木制师也不打算拒绝了 她还夸奖爱丽丝 看起来小小的 却很了不起 乍看还以为 是那边店员小姐的女儿 此话一出 惊得阿克亚一掌推向桌子 可怜贝伦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但实际上 爱丽丝和阿克亚可是发小关系 明白自己说错话的木制师 赶忙向两人道歉 然后才和爱丽丝说回正题 木制师告诉她 自己才找一种木制容器 不会吧 难道说 自己之前所经历的地狱 都是归于面前这个女人所赐 不行 得先验证一下 是指盘子或碗 啊 而且薄度的做工 会令人怀疑是否可以用的那种 没错 就是这个 好了 这下没跑了 罪魁祸首就是你啊 爱丽丝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愤 眼见她整个人即将就要扑过去了 幸好阿克亚及时拽住 才将她带离现场 突然被撩在一旁 令木制师姐妹俩有些迷惑 这时 艾伦出面就场 为他们解开疑惑 总而言之 刚才那个姑娘过去同木制品 有些不好的回忆 然后关于他们正在寻找的木制品 那可正是他们少主 十分钟意的东西呢 除此之外 就连八大人也很有兴趣 一听这名号 妹妹瞬间明白到 对方嘴里提到的八 就是那个传闻中超过一千级的冒险者 和这种人牵扯上关系 实在是太危险了 但与此同时 木制师本人正和艾伦相谈甚欢 他很在意那道加工工序 就连他也想不到能有什么方法 对自己所做的木制品进行二次加工 这对于身为首艺人的他来说 实在是太诱人了 所以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艾伦 一周后再来店内 看看加工后食物的邀请 看姐姐如此沉迷 完全不顾危险 妹妹当然不愿就这么放任不管 所以关于这一点 她希望自己也能来陪同观赏 而这个请求对于艾伦来说 自然不是问题 做完这项约定后 警惕性强的妹妹 便急忙拉着姐姐 离开了这家危险四伏的店 走在街上 妹妹斥责姐姐 每次一扯上木工工艺 就失去了判断能力 这样真的很危险 而且对方所说的二次加工 或许就只是给表面 再加个图案而已 亏根究底 还是姐姐自身的判断力下降了 就连自己将这个东西拿出来的事情 也没察觉 不对 不是从何时开始 妹妹手里的瓶子就贴上了一张纸条 刚开始还没看到纸条的姐姐 正想要斥责妹妹 将别人店内的东西偷出来 但仔细一看 哦 原来是送的吗 对此 送出这份薄利的艾丽丝 正在接受阿库亚的酷刑 因为她送出去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七处灵魂的密药 这可是将商业机密拱手让人啊 但这一切全都在扒的计划之内 看来能够将坏进行到底 仅剩下八了嘛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部作品 麻烦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兔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剧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